双降过后,北京的红叶进入了最佳观赏期 黄炉、五角峰、蓝树、银杏 妖娆的红叶和绚烂的彩叶 仿佛一条色彩斑斓的项链环绕京城 本市的百望山、八大处、香山三大红叶观赏景区 进入了客流高峰期 目前百望山公园的红叶变色率为55% 站在山顶放眼望去 烟红、金黄、浓绿、绚丽多彩 百望山公园的彩叶树种达到300种 是城区森林公园中彩叶树种最多的一个 同样在西山风景区 八大处和香山公园的红叶变色率也都达到了50% 八大处山顶是北京每年红叶最早出现的地方 烂满的红叶使整个山林流单易彩 在香山公园 上周还是橘色的黄炉 如今也变成了红色 从南门到香炉峰 可以欣赏到各类彩叶的不同风情 可谓一步换紧 微微染上鹅黄的银杏叶 寇丹般的五角峰 火红色的爬山虎 城市被披上了丰收的色彩 从现在开始到11月初 都是城区红叶的最佳观赏期 而最近一周 市民还可以选择到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的 红叶岭、红螺寺、木田玉长城等郊区景点 观赏郊区的漫山红叶 在八达岭长城 沿着山脚缓步登高 沿途金红色的叶子随处可见 红叶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妖娆 而红叶映衬下的古长城更加雄伟壮观 放眼望去长城两侧的山栏 有红色、有绿色、有黄色 五彩斑斓 让人不由赏心悦目 近看下金黄的叶子 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 红红的枫叶像燃烧的火焰 墨绿的松树点缀期间 整片山栏层临近染 极富层次 美不胜手 由于气候差异 北京周边各地红叶叶红时间也有差异 目前八达岭、居庸关、借台寺、上方山等 海拔200米以上的山区 都已进入红叶观赏期 此外金蓝路、金张路、淮丰路、密云路两侧 及金海湖周边等地 都有红叶彩叶分布 妙丰山、牧田域、龙庆侠等处 红叶观赏面积都在千亩甚至是万亩 只要您走出家门 就可以欣赏双叶红于二月花的美景 北京台报道 容京城民俗和异国风情的 第四届南螺股像胡同节开幕了 南螺股像装扮一新 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在勤劳胡同31号 中国式摔跤 中番、空竹等民间体育表演轮番上阵 舞师、高敲、杂技也依次登场 精彩的传统表演引着观众掌声阵阵 那边传统节目还没看够 这边创意集市又开张了 从胡同头到胡同尾 来自四年八方的人带着自己的小玩意儿 来到集市进行展卖 创意牵手传统 使古老的胡同充满了活力 看着各类表演 吃着传统老字号的美味小吃 赏着枝草边、扎风筝等老北京文化活画时 中外游客在这里充分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北京台报道 画剧《我爱桃花》在国家大剧院小剧场全新亮相 这个全新版本的《我爱桃花》 首先在于概念心 它运用戏中戏和三维的概念来诠释剧本 用导演韩寒的话说 就是要打出自己的风格 画剧《我爱桃花》自2003年在北京人艺首演后 一举创下北京人艺小剧场 一部画剧上演过百场的记录 迄今为止 该部画剧已创下六个版本 演出超三百场的优异成绩 《我爱桃花》是一部探讨情感问题的后现代剧 故事的由头源自古代小说 《寝室横延》第五回前的一个小故事帽 用戏中戏的方法巧妙地将古今如一 永远也无法说清的人类情感困惑展现在舞台上 用三维概念来诠释扮演与被扮演 人与人的不可知性 以及戏与生活的分界 从而全景化地展现出人自身的生存状态 在小剧场里 观众们享受着最近距离的表演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早上8点30分